这里是20多根牛蹄 这是村里面杀了七头牛 他们乡里面跟县里面要买 杀了七头牛 然后买乡里面拿去了 今天把它处理出来 直接用火烧 用柴火 柴火烧起来了之后 把牛蹄放在上面去 这种用木材烧出来的牛蹄的话 要舒服得多 烧完之后弄在火堆里面 在火堆里面把这个毛全部烧光 就这拿出来打处理 因为用煤气的话太费煤气了 而且严格说还没有这种用碳火烧出来的健康 烧完之后再拿出来处理 它总共有杀了七头牦牛 他们是乡里面跟县里面 政府里面买了 跟老百姓买了 送到政府里面去的 这个东西确实拿来炖的话 味道相当巴适 上次我们炖了三只 特别爽 牛蹄好吃但是难在处理 看见没有盆里面还烧了一大盆 然后再烧了一部分出来 还要把外面打 刮干净刮干净 还要烧一片 还要烧 烧完之后有可能还要拿盆灯烧一片 但这个东西确实好吃 做得好的话真的好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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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